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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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 關於這個Tetris的Stacking 這個HardDrop的Wiki上面 圍基上面 它也有一些 基本的 建議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 我現在想要來看的是 它下面的有一些 特別的情況 我們可以 注意就是這個平常你在 練習碟的時候就會自己 慢慢的發現 所以 第一個用T來 轉換S的洞跟Z的洞 所以說這個 什麼意思呢 你看第一個圖 它那個T的地方放T的地方 你想像它T不在那裡 所以它是一個 可以放S的洞 可是如果你把T 丟下去的話它就變成可以放Z了 不知道聽不聽得懂 就是說 好 所以說就是 通常是在比較 邊緣的地方才會有這種困擾 所以像是 最左邊這裡 最左邊這裡 是一個放Z的洞 可是如果我們 放一個T下去的話 它就變成可以放S 所以說 這個T可以把S跟Z的形狀轉換 好 它這裡沒有提到的就是說 同理 我們也可以說這個 怎麼排 這樣子好了 同理就是說 這是一個L的洞 I可以轉換L跟 那個L跟 J的洞 所以這樣就變成可以擺J 它本來是一個擺L的洞 你放了I的話 它就變成擺J的洞 那T是轉換S跟Z 然後IS可以轉換L跟J 用X的這樣 好 所以 這邊 左邊是 那個S變成Z 這是Z變成S 好 然後第二個 這個 有這種 這種金字塔的這種 T型的面的時候 T字 階梯狀的面的時候 用T來修復它 避免用S跟Z 因為S跟Z 常常就會 就是 一樣 一樣就是凹凸不平 然後會 越來越高就會有這個高塔成立 然後你就 這個 一助請天 然後就死了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跟我之前講過的 T方塊的機油性有關 所以如果要更清楚的話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水潭系列裡面 講T方塊的機油性 所以他說 如果你 那 像這個的話就比較細了 這個T 看你 下一個方塊來的是什麼的話 你可能要 有不同的方法 讓你能來 容納S或Z 這樣 好 所以 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 其實常常看到 新手會 會忽略的地方 就是呢 J這個直起來 最好不要放左邊 然後L直起來最好不要放右邊 因為你會造成一個 那個 在最邊緣造成兩個寬的洞 好 所以OK我來畫畫看 我先就是平面好 然後隨便加兩個 好所以現在我有一個J來了 好 J 就是你玩一陣子就會 有那種 直覺嗎 J是可以插這種左邊的洞 好 所以 有時候 那個我們很直覺的會把J 就是好 直立的放到最右邊去 這樣子 這樣子這樣 好 這裡其實可以這樣放 我的那個畫的不太好 地圖設計的不太好 好 假設是這樣子好了 好 反正就是說 J我們好像會直覺的往左邊丟 可是你看這樣就不好 因為 在最左邊的地方造成兩格的高度差 好 好 同理 在最右邊放L也是很不好 好 除非你有另外一個L要來 好 所以說 你要那個把它直起來的話 反而是這個L在右邊比較好 沒有沒有L在左邊比較好 然後J在左邊比較好 好 像是這個 J可以在右邊 L在左邊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子放的話 這樣反而會 會比較好 就是不要造成那種 深深的洞就對了 好 下一個 他說有兩個寬 兩個深的洞的時候呢 試著保留左右 讓這個J跟L都可以放 選擇越多越好嘛 這跟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單格洞的時候旁邊 留空讓這個 Z跟S都可以放有點像 好 所以像這個洞 我們可以把Z跟J都可以插在這裡 可是如果我們 可是如果我們把一邊擋住的話 那就變成只能放Z不能插S 因為左邊擋住了 所以說兩格寬的洞 也是其實 兩格深的洞 其實也是一樣 好 像這樣的話 你那個L跟J都可以放進去 好 L可以放進去 J可以放進去 L也可以放進去 可是 可是如果你把那個 把它的一邊擋住的話 那就變成只有一種可以放 好 變成只有J 好 L就不能放了 好 還有就是 有很深的洞的時候 趕快修 要不然會越來越糟 因為你那個不修的話 你就兩邊就一直疊上去 你可能會變成說 一根I都不夠修 還要兩根 所以越早修越好 好 好 接下來是這個方塊出現的順序 方塊出現的順序 依依遊戲不同 不同 那種古老的L4方塊 他們是 可能是完全隨機 那Culture是隨機 但不是完全隨機 那像是我們玩的SRS系統下面的 它的方塊順序就是 七個一組 七個一組 那七個一組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盡量避免 要兩個一樣的方塊 的排法 兩個一樣的方塊 那就是不容易同時出來嘛 因為就是一組 一個 下一組再一個 那他們就比較不會說 很快的出來這樣子 所以說你看這邊的這個圖 如果你有現在有的是這個L 你把它放這邊的話 你就會需要 再一個L 那你要兩個L的排法 就是不太理想 所以還不如把它放到外面去 好所以 還有就是我們要看預覽 看預覽 看預覽 好 那個T形狀的洞 我們 接納 S跟Z 所以 有時候我們看到T的洞 有一個T 來了 不一定要趕快去補它 好 補它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個 不一定要最 明顯的排法 好 剛才在那個Ryan的網站上面看到 不過說 我們也可以不補 好 這樣我們就有地方放S跟Z 可以放很多個 所以這個 這個要看預覽來決定 好 最後一個也是跟我之前說的 那個 跟機偶性很有相關的 你這種 這種潮的洞 這種潮的洞 你這個玩多了就會常看到 那用S跟Z來修的話 它們都會造成三格生的洞 那就是會 會 很難看的 對 就是最好用T 好 好 看完那兩頁網頁以後 讓我在結束前來做一個總結 好 好 最基礎 堆疊 Tetris堆疊的總結 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好 剛才這為了節省時間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理想的堆疊面 理想的堆疊面是有很多平的地方 然後同時也有一些不很平的地方 有單階台階的表面 因為這樣的話 不管你來什麼方塊 你都很容易放 好 你的目的就是 不要說 哪個方塊來沒有地方放 就沒有辦法繼續做Touches 好 還有第二點是要避免 專屬方塊的位置 尤其是兩個以上的洞 這我 我先 那個 講說 呃 等一下再來解釋 好 第三點就是三用預覽 好我先來解釋什麼是專屬方塊位置 因為 剛才我們其實一直有看到 好 所以剛才說 呃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好 剛才說 欸 剛才說有一個洞的時候 你那個 小心不要把左邊擋住 因為這樣子 你就不能 呃 只能放 只能插Z不能插S 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我們有像是說 這樣一個形狀的洞 它就變成好像是 Z跟T專屬的洞 好 它有專 你有這種專屬的洞的時候 就表示 就是說 就意思就是 你 不是每一個方塊都可以放在這個洞 那你就要等那個方塊來放那個洞 那就是 欸 會造成 呃 堆疊上面的困難 那同理來說 我們也可以說 這個有點像是 O方塊的專屬洞 好 當然不很一定 因為J啊 L啊 都可以放 好 我們通常說專屬的時候 我們不考慮I啦 因為I是任何洞都可以放的下去 好 呃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專屬洞 看 欸 這種 呃 兩格以上 我說要特別注意這個兩格以上的洞 呃 兩格的洞 能放下去的東西只有 L J跟I 好 所以 要盡量避免兩格生的洞 因為它就是會減少你的堆疊的 呃 選擇 呃 尤其是 你把一邊擋住呢 就選擇就更少了 那只有J了 好 不用I就只能用J 好 所以這種就是我稱為這個專屬洞 呃 要盡量避免 好 盡量避免 那尤其是就是 注意 可以 少出現 兩格生的洞 好 除非是 你預覽裡面剛好可以 那你就可以故意做出來 好 在這一次結束前我想要說的是 如果你是新手 或是你從來沒有練習過Dietatrix的話 我是非常建議你 好 那 做Dietatrix作為你的第一種這個 這個環法 然後做多多多做練習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些特色 Dietatrix 會有一些特色 人家會說你學 你要堆疊的話 你那個 Diet3wide 4wide也可以啊 Diet ST也可以 ST stacking 還是PC都可以嘛 你都會學到他們 一些特別的堆疊方式嘛 可是我覺得說 一個初學者還是最 他最好的練習還是疊Tetrix 為什麼呢 首先他的消行方式最單純 好 他消行就是把I丟下去就對了 好 不像那個combo 你要那個考慮怎麼接嘛 好 那所以Tetrix的話就是 他整個的重點就是在 在疊 疊高 疊上去 I丟下去 所以很單純 是一個很好 對新手來說很單純 很適合的方法 好 還有他的堆疊表面最大 也就是說他疊9列嘛 像是你如果是做3widecombo的話 你就是疊7列 4wide就疊6列 那都是 都是 小很多 那因此呢 他表面表面最大 因此他的組合變化也最多 他的那個 他的形狀 剪邊文化 那能怎麼疊的變化也比較多 所以是很好的練習 好 然後這一點就很重要的是 他的對I方塊的依賴性高 這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他 I方塊 跟 Dattaches跟 跟其他玩法不一樣的是 他完全是用I方塊來消行 那一代方塊 七個方塊裡面有一個I方塊 那一個I方塊消四行 四行是大概四行是四十格 一代方塊是二十八個 這樣算起來的話 可以說 你每四個I方塊裡面 通常都只有一個 頂多兩個I方塊 是可以不用拿來消行的 也就是說你疊的時候 如果製造出三格層 甚至四格層的洞 你需要I來補嘛 所以說 這樣的話 你可以拿來補 這邊的I方塊有限 你每四個裡面只有一個 最多兩個可以拿來補 所以你要很小心 不能常做出這種深的洞 所以就是 因此你會需要養成一個好的堆疊習慣 就是 不依賴任何一種方塊 尤其是I方塊 I方塊 如果你在往下消的時候 I方塊也是 常常會是很重要 需要用到的 所以 所以說 如果你在以前有在那種 二樓式方塊社團的話 你可能會 知道我們一般認為這個 因為疊Texus它是 九排 所以應該是最好排 我以前都說它是最好排 可是這樣講的話 其實它不一定 可以說是最好排 因為它 它那個 對I方塊的依賴性高 所以你就不能亂疊 製造很多常常的洞 你如果疊3Y疊4Y 你製造出常常的洞 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因為你的 你所有的I都可以拿去補 你的I幾乎沒有需要拿來消行 所以這個是 為什麼 這些理由是 為什麼我覺得 新手是 練習疊Texus 是不是最好的 上手的方式 最後那個遊戲 本身就叫做Texus 這是一種 這是傳統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不壞的理由 為什麼要練習Texus 它就是 它一開始就是 Dexus 就是這個遊戲 的 本意 所以我這一次沒有要實際示範 我下次我會 告訴大家一種 我偶爾會 拿出來玩的一種 遊戲方式 那是專門練習堆疊的 小遊戲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好 AUDIENCE 好了 這是 小 league 虎